70萬的預算 能買車還有其他選項 我們就從養車成本的方向來看看 是不是可以再稍微省一點點 當然他看上是馬三 馬三是不錯的車 但同級距也是有些別的選項 其實70萬級距的熱銷車款 除了馬三 我們剛剛幫他精算的馬三之外 其實還有Toyota Autis 然後還有現在很熱門的CUV的車款 Loggen U5跟Mazda CX3 這些都是除了剛剛我們推薦的馬三 他剛剛我們幫他精算的馬三之外 一個其他的選擇 那我們先從Altis開始看 因為其實這邊的東西 車款 引擎 動力 售價 其實大概都是我們落在70萬以內 不超過80萬 就照一開始菜總的算法 他這些買起來都不會太有壓力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買車 當然買車可能 我們常常聽到人家講說 買車容易養車難 所以你買車 OK 你預算已經決定了 你車款你也可以讓你選擇 那你要想想看 這些車款之後會衍生什麼固定的費用 就包含了比如說我們每年的 牌照燃料稅 這個因為他1.8的引擎 那級距就是11920 就是落在這了 每年這是一定要繳的 然後再來就是你一定要加油 那我們就看看Altis的油耗的數據是15.6 那換算下來以1年開1.2萬公里來算了 我們的花費可能會 1年的油錢可能是2萬2千塊左右 這個是參考數值嗎 油耗數值版就是會打出後 因為如果油價漲 油價跌 那我們的花費就會增減 對 那還有1年的保養費 因為我們是以6萬公里 做一次循環來算 所以我們以6萬公里的保養費 然後抓5年 將近快2萬塊 1萬9420 然後除以每年 所以那等於說是 這一年的保養費用 可能就是3千880 3千9以內 對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算是我們 其實我們把它精算的算是比較保守 因為其實你不可能 假如說6萬公里 基本上都是會以上的 每年你可以算以上 因為6萬公里不可能 比如說輪胎 你不可能開6萬公里 你還是有些消耗品要換 對 輪胎這個東西就會換 你如果一條輪胎你開到6萬公里 其實我也蠻為這位車主擔心的 就是那個輪胎可能還是拼吃 可能 這樣ㄍ到那時候 對... 好 那排氣量比較小的 比如說像CUV的選擇 比如它Logium U5 它是因為它的科技性高 然後它又有環境的一些顯示系統 所以對新手駕駛來講的話 第一次買車 不管男生 女生 它那個環境系統 都是很方便 然後也很清楚 對 然後它的最近的級距也是 一萬一千920塊 對 然後它的數據 它的那個油耗數據的話 是每公升可以跑40.5公里 換算油錢的話 一年大概要花 兩萬三千七百五十一塊的油錢 對 然後它每年平均換算起來的保養費 稍微貴一點點 將近快五千塊 四千九百四十六塊 對 那也是一樣 就是起 就是四千九百四十六塊起 保養費 好 那最後我們看到 比較熱門的 Mazda CX3 那它是因為它是我們這幾個車款裡面 排氣量比較高一點的 那它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稅金 稅金 然後它的 因為它 這顆Sky Active引擎 它的技術含量稍微高一點 所以它的燃燒的一些效率 引擎的效率表現好一點 所以它相對比較省油 然後油錢的話換算下來是 兩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不過呢 它的每年保養費算起來呢 就稍微貴一點了 要超過五千塊 對 所以 就是去精算一下 對 但這些都是你之後 你買車 你跑不掉的養車成本 我這樣大概看一下 加起來都是距離它三萬六 都還算綽綽有餘 所以這幾個都是可以參考 但如果它真的很重操控的話 那它喜歡馬三 它就可以選擇馬三 但如果有更選 可以省錢的方案的話 我們剛剛看的是七十萬上下級距 如果說一開始負的 就抓一個六十萬上下級距 那剩下其實我養車的那個成本 就壓力沒那麼大對不對 六十萬級距很多車 對 我們剛剛如果以今天一開始 這個28歲的男主角來想 我覺得它假設五年內 還沒有結婚或生子打算 我建議它可以先損一點這種 存錢的打算 就是五年後我要結婚生子 可以再省一點 我們再把這個構成預算 再往下擋 擋到六十萬 那我們這邊抓了四台車 其實都滿巧合的 我們先看它的排氣量 大概都是1.5 1.6升 所以換句話說它的牌照燃料稅 其實是都在同一個級距 都是1萬1千920元 這樣的一個級距 那我們再講養車來說 那我們剛剛有算過這樣的油費 那這樣的小車 其實現在的這個原廠的技術 平均油耗都做得不錯 我們看以這四台來說 一公升可以跑14.2到17.2 都開也都差不多這樣 15左右上下的一個平均油耗 所以換算我們一樣的一個標準來說 就是以一年開一萬二 開五年累計六萬來算 平均的油耗花費 換下來也都是兩萬出頭 大概有個兩三千塊的一個差距 那保養費呢 我們這邊有查 實際查出來的數據 就是第一台的YARIS 跟這個LASHION AIRES 我們實際有抓出來 就是剛剛一樣的換算 平均一年大概也都是三四千塊 就是YARIS真的很省三千三而已 對 那其實剛剛RIC也有補充到 就是除了這些 我們當然會有一些 汰換零件的費用 像輪胎或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碰撞 或是臨時發生一些意外 或是違規這些費用 我們是沒有把它沽在裡面 基本上這次來車 我覺得以現在的小車跟這些原廠 其實它的安全配備也好 或是本身車子的體質都不錯 我們看到像是這個Skoda發表 其實它這個1.6的汽油的 算是一個入門版 雖然國內銷售還是以它剛改款 這個1.03剛為主力 但是其實這個1.6的汽油版 其實還滿經濟實惠的 只要68萬多 我們剛剛也有講到Lasgen U5 這邊我們看到是S3 它一樣它也是剛做了一個 小改款的升級 滿難得它把全車系的6A 或者是像這個循跡防滑 這些車身動態 都已經下放到標準的配備 我們這邊還是推薦 既然Lasgen它就有主推了 你在這台上有自駕版 它就除了智慧的駕駛停車輔助之外 你也會有看到這個像主打12吋的螢幕 我想說年輕人也會讓車內這些功能 主機稍微炫一點 更豐富一點 66萬有早就有了 對 再來我們看到福特的ASCO 它是時尚型 它的車價是67萬9 它也是一樣有這樣一個優勢 我覺得它以這四台車來說 它的優勢就是 雖然價位是小型車的價格 但是它有一個中型車的 這樣的size跟空間 其實我想補充 除了我們列的這個四台車的 這樣的價位 其實每一台車 剛才發表它沒有了 其他有的時候還有更盪下來的 有更入門的 配備稍微再陽春一點 如果你買車前還是想清楚 自己的需求 甚至你50多萬也有機會 入圖到同樣更入門的 一些陽春型的設計 坦白說現在這些中大型房車 他們其實往上打 往下打 它都有選項的對不對 對 這邊補充的一下 就是我們看 大家都很在意油耗 你看這邊的冠軍是 YARIS的EGOS 17.2 當然你看這邊油費比較高的是 這個SCO比較耗油 4.2 但是它這個6年的油價差 我們先有公式算 先不算浮動 它才差4000跟200塊左右 過6年差那4000 那我們現在算它做啥呢 參考一下 所以其實油耗不是那麼 大家的差異度不是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說 可能省油是一個指標沒有錯 但是因為你不是營業車 你不是營業車 這個部分的影響 其實就不是那麼大 所以還是可以從其他的條件來看 就是你習慣 你開車習慣也是會有影響 你常常大腳油門 你吃的油必然也會多一點點